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氣炸鍋料理 然後這個是綠野農莊 有沒有看到這個綠野農莊 鹹酥雞 然後這個是我在7-11買的 這個 一包是賣139元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裡面 他這份量其實 139元的話應該是還蠻多的 如果你去外面 買鹹酥雞的話應該 買100塊也沒有那麼多 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做料理囉 走 我們一樣是用這一台 柯帥的這個氣炸鍋 然後把它打開 看到裡面這邊 然後我們一樣是鋪上這個 有洞的 烘焙紙 然後這個很簡單 打開喔 這都不用解凍喔 你就直接冷凍庫打開 這樣子 然後全部都給他倒下去 全部都給他倒下去 大概這樣把它鋪好之後勒 這樣子 然後拿起來稍微咬一下 好 那我們一樣把這個 柯帥這個打開 然後 溫度180度 然後我們大概設定 13分鐘 然後按中間這個 它有一個紅色燈 然後有一個 電風扇在轉的 突然就代表 他已經開始加熱囉 趁氣炸鍋 還在炸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去皮 五穀 然後有一點點辣喔 就是 感謝 夜市大運使用 可能他有 吃大運的時候有在用這種 鹹酥雞吧 然後希望我等他炸起來的話 也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他這個一份是400克 然後是在7-11買的 所以如果有喜歡的話 可以去7-11 買這個來吃看看 吃鹹酥雞一定會有這個 九層塔 那我個人是蠻喜歡吃九層塔 自己家裡有種 然後就摘一些回來 就大概 這麼多吧 然後旁邊這個是 蒜頭 這我個人也是蠻推薦 就吃 鹹酥雞的話 一樣可以加這個蒜頭 那這蒜頭 也是我已經先切好了 然後等一下我再教大家怎麼使用喔 OK OK 那我們聽到他在嗶嗶叫的時候呢 就是肚子餓的時候 不是 就是他已經好的時候 那我們打開看一下 OK 把我們剛剛的九層塔加進去 來 走 那我們現在這個氣炸鍋 這個肉呢 剛炸好 我們先把他倒出來一下 很酥脆有沒有 然後他這個還有一點點油 就不用理他 因為 我們等一下如果用那個九層塔的話呢 是需要一點點油脂的 可以看到這裡面還有一點點油的時候呢 我們把這個 九層塔把它放進來 就是把它鋪在下面 這樣大概鋪好之後呢 把它放回去 然後這些肉呢 再把它倒回去 那一樣也是大概把它鋪平 大概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有沒有 然後呢 這樣子再設定 200度然後 3分鐘 那我們這樣鋪好之後 我們再送進去喔 然後這邊我們把溫度 設定到200度 然後 用個3分鐘 讓他搶輸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3分鐘後見 掰 那我們3分鐘到了 我們打開看一下 我們的成果 有沒有 非常的漂亮 這跟外面 賣的鹹酥雞 根本就是一模一樣嘛 來這時候先找出 你家最大的盤子 這個夠大了吧 你看 這是 很特別 找一個 超大的盤子 那我們這個蒜頭 這是新鮮的蒜頭 就直接下下去 不要浪費 全部下去 好 下去之後呢 這裡就依你個人的喜好 這裡有什麼 香蒜黑胡椒啊 這個就可以下一點點 下個一點點 這個是 只要他一點點味道而已 然後這個 黑胡椒粉 也是小模仿 這個就是可以下一點點 然後呢 開始 Shake他囉 然後這個手法拿起來 就這樣子 給他搖 有沒有 稍微搖一下 搖搖搖 然後這邊也是 搖一下 讓他稍微 稍微均勻之後呢 你就看一下那個 胡椒粉還要不要再下 我是覺得可以再下一點點 那一樣是這個 黑胡椒粉 再下個一點點 一點點就夠了 然後這個如果你喜歡吃鹹一點 就自己下多一點 我個人是沒有吃那麼鹹 好 這就搖一搖 然後最後呢 把它倒出來囉 有沒有 我們氣炸的這個鹹酥 就是 這麼簡單 那是上面的九層塔 有沒有他這樣用起來 他就不會爛爛的 他是有一點點 濕濕的 就是跟我們 我在外面買的那個 九層塔 一樣 跟我們在外面吃的鹹酥雞的九層塔一樣 跟我們在外面吃的鹹酥雞的九層塔一樣 他就是這樣子看起來 濕濕的 試吃時間 好 那我們現在終於經過一番折騰 我們的鹹酥雞 終於用好了 那吃鹹酥雞呢 一定要配上什麼呢 配上這個 冰塊 驚訝的 聽看看這個聲音 最 餓的時間 來了 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有沒有看到這個泡沫 如果你在半夜看這個影片的話 那我就對不起你了喔 然後呢 先搓一塊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是我們自己炸的 這個鹹酥雞 跟外面買的其實都差不多啦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也 比外面的好吃 那廢話不多說 我先吃一塊給大家看看 嗯 你看他咬下去呢 不好意思好了 媽媽有說過 吃東西的時候不能講話 不然人家會念不清楚 他這個咬下去呢 你看他裡面的這個肉 還在冒煙有沒有 他裡面的肉汁呢 他都有完全鎖在這個裡面 然後吃起來也不會很油膩 非常好吃 然後有一點點微辣這樣子 哇 然後再配上一個這個我們自己炸的這個 九層塔 雖然說看起來樣子不怎麼樣 可是我相信應該是蠻好吃的 嗯 嗯 哇 天啊 再來一塊這個 蒜頭 讚 別忘了還有這個重頭戲 來 吃完 我應該會這樣吃 吃我吃 吃我吃 吃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气炸锅料理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右下角的小铃铛记得打开 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 那我们下一次开箱影片再见咯 拜拜